海骨湯是一個 懸疑的推理遊戲 出題者負責公民 故事的開頭一結局 哈哈哈哈 再讓玩家提問 來推出 完整的故事雷靈 出題者只能說 是不是沒關係 也可以一句問題 最關心 給予提出遊戲開始 有一個女孩子 她叫做小雅 小雅她半夜回到住宿的時候 她沒有開燈 她只是摸黑 確認室友睡了以後 她也到她的床上去睡了 隔天 她看到地板上 有一支打開的口紅 和牆上的一段文字 嚇得趕緊報警 請問 發生了什麼事 牆上寫了什麼 她室友死掉了 是 室友是被殺死的 是 牆上面寫著 Happy Birthday 不是 HAPPY BIRTHDAY 你這個臭八婆 不是 喔 牆上寫房間有兇手 不是 這是兇手寫的嗎 是 她想栽贓給小雅 不是 小雅回來的時候摸的是歹徒 是 所以 小雅就跟歹徒睡了 不是 她是分床睡 喔 可是她們兩個度過了一晚 歹徒有說話嗎 沒有 她說話就被發現了 對啊 殺人的是室友的男友 不是 不重要 喔 你先看看她室友死在哪裡嗎 屍體在床上 不是 屍體在床底下 是 再跟阿嬤 沒有沒有 沒有阿嬤 我沒有阿嬤 對 屍體在床底下 屍體有求救嗎 沒有 屍體要怎麼求 她已經死去了 回到家的時候 她已經死透了 孩徒為什麼會先睡在她床上 對 你要想這個問題 她在等小雅買宵夜回來 不是 喔 她肚子餓沒 不是 她要準備殺小雅 不是 那小雅隔天就死了 怎麼可能還活著 喔 因為她已經把室友殺死了 然後就把室友放在床底下 是 藏起來了 那因為這時候小雅回來了 對 所以她就假裝 大家趕緊躺在床上 假裝自己是室友 對 那 牆上寫了什麼字 牆上面的字是不是寫 向後轉 不是 因為她拿孔吐她 哈哈哈哈 所以地上才會有口紅啊 不是 牆上寫 牆上要寫什麼 我就爛 哈哈哈哈 台獨寫 你認真猜一下好不好 好難 我就猜不出來 認真猜一下 我認真在想 字是恐嚇小雅 不是 她在房間等到小雅起床 不是 是 小雅睡著之後歹徒就離開了 是 離開前寫的字 是 牆上面寫什麼 現在要猜出牆上面是寫什麼 你換個角度想 歹徒什麼時候走的 小雅睡著之後 是 寫上去的 是 Good night 不是 她幹嘛跟她打招呼 喔我知道了 她在 她跟那個 她跟小雅說 室友在床底下 對一半 你要記得小雅回去的時候她沒有做一件事情是什麼 開燈 對 所以歹徒說了什麼 請開燈 不是 請開一個頭啊 請關燈 喔 還沒有開關燈啊 反向思考 她如果開燈的話 小雅會怎樣 小雅就會死 對 所以 歹徒寫了什麼 她說 幸好你沒有開燈 對 然後下一句 你室友在床底下 不然你就會跟 他一樣 對 在床底下 喔呦 好 那我公布答案 有一名歹徒 他半夜闖進女學生輪的住所裡面偷竊 卻被女學生發現 於是 歹徒就殺了那個女學生 將女學生塞進了床底下 但是 歹徒突然發現有人回來了 就馬上關燈 躺在女學生的床上 假裝睡覺 小雅開門後 他沒有開燈 摸了摸床上的歹徒 他以為是室友已經睡著了 於是 就回到自己的床上睡著了 隔天早上 小雅卻發現 牆上有人用口紅寫著 還好你沒有開燈 不然你就跟床底下的那位女孩子一樣的下場 然後 小雅就嚇得趕緊報警 這就是一整個完整的故事 那歹徒好閒喔 要離開之前還要先寫字 就 嚇嚇她啊 想說被女生摸一個 喔 好開心喔 因為被女生摸了 喔 好開心喔 哈哈哈 影片結束囉 不知不覺訂閱也快五萬了 我和小美有打算錄一起五萬的Q&A 如果有什麼問題想要問我 或是問小美 歡迎在底下留言提問 我們會 拍一部影片 一一回復所有的問題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或是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是爸阿萱 嗯 那我們就 掰 掰掰 我去做那個人型抱枕 你這樣說有道理對不對 對啊 然後再把人型抱枕丟在那邊 改天要爸媽來 該天是充殺小啊 哈哈哈哈